由區議員說收到過百鐘投訴 只是一個Facebook專頁買口罩 懷疑被騙,金額接近5萬元 有懷疑被騙的市民去到警察總部請願 要求警方調查 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 連同多個市民去到警察總部 要求警方調查,懷疑口罩騙案 袁海文說收到過百鐘投訴 指1月至2月期間 在一個Facebook專頁買口罩之後一直收不到貨 嘗試要求退錢,但由2月到現在都收不到 有市民說專頁曾指再投訴就不退錢 最後更加被封鎖,懷疑受騙 攝氏專頁說已經退還超過100萬款項給顧客 仍然處理大約600人10萬元的退款申請